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6月15日 已經是星期四 30年河東 30年河西 以往中共改革開放之後 經濟就很轉 反而 在東南亞 例如越南 柬埔寨 遼國 緬甸等 很多人打算去中國賺錢 也有些人偷渡進來 現在大陸經濟不行 反而 就是 在雲南邊境的人 竟然有些人 移居 去到越南 以及 緬甸居住 這件事 我們最近看到的數據 原來 在一兩年來 去了緬甸 長期居住的邊境的小數民族 有21萬那麼多 而且只有一年 有10個雲南邊民移居越南 這件事 也算是挺有趣的 中國竟然那些人 不只是小數民族 不只是有錢人走 連一些窮人 連一些小數民族 連一些邊區的居民 都頂不住 越南政府 其實對這些都很好 原來他們對邊境的居民 如果搬過來的話 就有財力 和物力支持 跨界搬遷的邊民 越南政府每戶津貼8000人民幣 而且 也送農具 種子 化肥 耕牛 你肯過來開放 肯過來做農民 就給你了 而且你們的子女 全部都有免費的教育 免費的醫療 然後還有 免費的校服 每個月還要保在你們的學生 貧困的學生 一定有生活費 而且當你讀到12年級的時候 就一定有工作分配 而且也會幫助他們的子女考大學 也有資助 這麼好的條件 當然是吸引了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 中國說是優待少數民族 但是他自己人也搞不定 以往 優待少數民族 通常是生育方面 例如 漢人就只能夠准生一胎 少數民族沒有限制就可以生多一點 所以 有一段時間 東北的這些滿洲人 消失了 突然間有幾十萬滿洲人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滿洲人 因為可以生孩子 說回來 這個只是說2022年 中國 中國總整體人口減少了85萬 是1960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 減少人口 零負增長 而邊區人口跌得尤其嚴重 原因就是很多人 被越南 吸引了過去 中國其實是世界上邊境 最長的國家 跟14個國家接約 在22,800公里的陸地邊界上面 分佈著140個縣 的邊境 有市有區有期 土地面積總有190餘萬平方公里 人口有2000多萬 這個反映的問題就是 地很大 但是人 很少 中國960萬平方公里 邊境地區有190萬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只有2000多萬 而全國14億人口 自從2000年以來 很多地廣人氣的邊境 人口也出現了很嚴重的負增長 他們 開始 流失 例如東北的邊境 例如中國 南方的邊境 東北 吉林省嚴邊州的龍井市 2000年的常住人口是262,000人 到了2010年 竟然只剩177,000人 2022年 進一步跌到129,000人 沒有了一半 黑龍江省的羅北縣 瑤河縣和虎林市 三個地方 1999年至2018年 戶籍人口分別減少了64% 50%和49.2% 全部都很厲害 只剩一大部分人 當然啦 西南邊境又如何 亦都一樣很惡劣 雲南24個邊境縣裏面 超過一半的縣 出現了嚴重的常住人口流失 中年邊境的雲南萬年縣 2010年常住人口有209,000人 2015年 跌到只有136,000人 5年以來 跌了35%的人口 西北部分邊境縣也一樣 出現了人口流失 人口負增長 位於喜馬拉雅 山陸的南邊 就是玉墨鄉 人口 最少 只有一戶人 邊境為甚麼會大規模人口萎縮 人氣一直弱呢 而村莊不斷地凋斃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根據統計 邊境縣區的人口流失之中 佔比例最高的 是省內的跨市流動 佔比第二的是跨省流動 跨市流動就是這個市搬到旁邊的市 跨省的顧名司就是搬到另一個省 其中 八成以上是流入東南 沿海地區 因為太難搵食了 但是 中越邊境 就有大批人 移居到越南 緬甸 這些就不再是中國人了 跟大家說說 雲南 24個縣 這個縣的邊區 跟老窩、越南、緬甸三個國家的陸地邊界總長 有4062公里 那麼長 這些邊境的兩側 有很多少數民族 而有16個少數民族是跨界而居 其實彼此他們的語言是相通 風族也一樣 根本就是同一個民族的人 不過只是被一個界分開 其實 情況就像深圳和香港 中間有很多圍村 其實他們 本身是親戚來的 左右村 不過在邊界之後 一邊就變成大陸 一邊就變成香港 近十幾年來 雲南邊境的一線地區 出現了大量的邊民 移民 移外遷 人口減少 耕地荒廢了 而村債也空心化 共產黨只會想要退林還耕 找人去耕地就搞定了 雲南大學有兩位學者作出調查 只是2021年 瑞麗市流失人口 是142529人 佔總人口三分一 瑞麗市是一個 主要跟緬甸邊境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出產翡翠和玉石 很有名的 武漢肺炎 中共 不斷在瑞麗封城 搞得人們找不到吃 人們都逃跑了 甚至乎他們有些小學 當年 2015年 招生人數120人 到了2017年 竟然因為 不夠人 只有8個學生 而要停辦小學 雲南的民族大學 他們也做了一些統計 在2007年一項調查發現 越南 老窩 緬甸 泰國 四個國家的北部 分別 有大批來自雲南的 這些少數民族的邊紋 達到幾十萬之中 有些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墜居區 這些 被稱為華族 成為這個國家的少數民族 成為這四個國家 另一份雲南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調查顯示 移居到緬甸的人 現在已經有21萬 其中 只是老街已經有11萬 雲南邊民的外流 主要是兩個地段 東線 由 民山州流向越南的河江 老街 萊州等散 然後西線主要是流向緬甸的北部 經緬北去到泰國 老窩 邊境的兩側 多為 高山進嶺 中環交錯 所以 基本上沒有甚麼邊界的 他們自己走了都沒有人知道 雲南邊民移居到邊界的另一線 其實有很多種原因 當然 最主要就是經濟原因 雲南整個社會的整體經濟水平 當然就高過越南 緬甸 老窩等國 但是在邊區來說 發展就很差了 如果相對於越南來說 他們覺得越南環境好很多 越南經濟學家 遠德成 很樂觀 18年其實是整個 現象的一個拐點 他說100年之後 越南就是有 決定性的優勢 而戰勝了中國 越南會比中國更加進入 發達國家的行列 因為現在越南的人口是9950萬 就到了1億 也沒有搞過甚麼計劃生育 人均年齡中位數 只有31歲 比中國年輕7歲 可以源源不斷提供年輕的廉價勞動力 有人口紅利 其次 越南地理位置 其實是很好的 國土合長 而且集中 海岸線長達3260公里 由南到北的港口城市都可以作為依託 等於全國是沒有內地的 全部都是沿海地區 所以物流優勢很大 在越南生產的東西 運出去的成本絕對比中國 在內陸生產的東西高 所以中國的內陸經濟就是比沿海差 原因就是運輸問題 你生產的貨 你要運輸出去 第三 越南 捉住中美博弈的風口 變成了西方的統戰對象 也積極搶佔全球最大供應鏈轉移的紅利 當然是吸引了很多外資 在越南設廠 大家記得蘋果已經一早搬到越南 還有比亞迪 連大陸廠也搬到 其他的工廠 我猜一大半搬到越南 然後其他的泰國就不多了 第四 越南比倫豬三角 產業配套方面 而且他們的稅很低 比大陸低很多 企業所得稅只是給20% 工業用地的價格又比泰國更便宜 外向營的經濟這個條件很優越 而且也能賺到食 最近中國人 偷渡去越南 打工 老窩緬甸雖然經濟發展比較差 但是地廣人稀 而人均的耕種面積 遠雨大於雲南很多 土地也很肥沃 而且平地很多 很容易賺錢 所以吸引了那些邊區的 那些邊民 雲南的邊民 因為他們 很惡劣的 全部都是山區 耕地有少 找不到食 所以他們就搬到那裏做農民 都生活好過在中國 而且這邊的森林也多 樹的也高 土地很肥沃 所以雲南的邊民就說那裏的吸引力很大 相比之下雲南當然不好了 主要是山區 山區和半山區的比例佔了超過97% 而25%以上是一個很斜的斜坡 說真的 每樣東西都是 土地貧積 所以 那個 耕種面積也不好 收成也不好 所以 他們寧願 寧願移民 也不會留在雲南 鄰國的邊疆也出現了一些統戰策略 當然是給他們一點好處 越南對農民給津貼 還有一些種子 化肥 耕種 還有連牛也給他們 他們 也有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供他們上大學 你想想 這麼順利的東西 怎麼會不過來 中國什麼福利都沒有 在雲南大家想想 小學就不用錢 高中就要交錢了 大學又要付一大筆錢 根本就減不了 所以 所以 在越南 或者是邊境 那幾個國家有那麼多的這些好處 所有人都會走 而且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現在越來越大壓迫 迫害別人的語言 人家那邊同民同種 我不如搬去跟親戚住吧 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 我們告訴大家 不是連有錢人也會走 不是連漢人也會走 連少數民族有得走的也會走 在這些邊區 山區 基本上 你也很難有 尤其是緬甸 很難有邊界 這麼長 這麼寬的領土 真的攀山越嶺 你一過去就是了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老婆曲 我們乘以邀請經濟喜好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 另外 提提大家 6月24日我們在倫敦南部聚會 我們星期六會截的 因為我們這兩天要出門 所以星期六會截人數 到時希望大家可以 趁著這兩天報名 拜拜 拜拜